美国创历史最大离职潮 单月离职人数超过400万 空余职位数量超过1000万 本期视频将通过美国辞职潮的现状 背后的逻辑 以及未来对经济的影响三点来解读这一现象 大家好 我是澳洲券商GoMarkets中文部分析主管Jacky 我们先来看美国目前辞职潮的现状 美国自愿离职人数呢 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430万人 也就意味着每100个人里面 就有三个人主动离职 其中餐饮业 酒店业 以及零售行业是离职率比较高的 共有160多万人离职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 美国目前职位空缺率呢 也达到了历史的记录 比疫情前高了接近一倍 空余岗位呢超过了1000多万 比如麦当劳每小时工资呢 给到了21美元 但是呢都招不到人 每期百货沃尔玛这些公司呢 也纷纷想出了很多办法 包括为员工提供免费的大学学费支持 推荐员工加入公司呢 会给相应推荐人500元的介绍费 等方案开始招人 再来看一下第二点 发生这一情况的背后逻辑 疫情呢改变了人们对生活的态度 这次短缺的劳动力呢 主要集中在服务业 也证明了大家更喜欢居家办公 与人接触的服务岗位呢 吸引力下降 在经历了疫情之后 很多人倾向于享受生活 认为生活的重心呢 不应该仅仅是工作 同时呢消费降级和政府补助 也成为了美国居民离职的因素之一 最后年轻人开始躺平的文化 逐渐流行 日用品物价上涨 房产价格上涨 资产价格也大幅上涨 对于工薪阶层来讲 几年的工资也低不过 这一年的资产价格上涨的幅度 给富人带来的收益 因此呢躺平文化 也使得很多美国人放弃了低薪 或者是没有职业前景的岗位 第三点我们来看对经济的影响 低薪行业呢 会继续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而后不得不继续提高工资水平 另一方面呢 这些行业普遍都是小生意 如果雇佣成本过高 对小生意的影响也会非常大 未来呢会出现更高比例的 小企业倒闭的情况 而面对明年更大的 市场经济不确定性 就业相对减少 消费力下降 劳动力质量没有改变 但成本却大幅上升 都会继续影响 对经济起到负面的作用 同时呢 我们对中层的基础消费类股票 或麦当劳这种密集型劳动的 服务类股票并不看好 除此之外呢 还有人造肉 像美国的Beyond Meat这类公司 以及呢 澳洲的Pizza Domino这类的公司股票 都不太看好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 想要了解更多的市场资讯 请随时关注我们的频道 点赞订阅 感谢大家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